戴上你的耳机 泡上一杯咖啡 合上你的眼睛 欢迎你来到Cincia热可可的谈话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请在我的频道上方按关注订阅 以及赞助我一杯热可可哦 我先来聊一下最近的生活 我不太相信水腻这种事情 不过经历到这一个月之后 我真的觉得我相信水腻了 9月初的时候呢 因为我发现我的子宫肌瘤过大 压迫到我尿道 导致于我一整个身体非常不舒服 晚上也睡不着觉 然后我就决定要开刀 要去住院的前一天我又确诊 所以就整个非常的不顺 然后确诊当然是很不舒服啊 就清冠一号西药都吃了 被关在房间的那一段时间 我都完全不能离开房间 我房间又很小 关在房间日子我只能探韩剧啊 或是回公司的信来打发时间 非常像在坐牢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 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然后你必须要观察到 大概过一个月之后 可能会症状缓解一点 不幸的是我现在又要出差了 然后我要去泰国 大家也不要太羡慕 因为我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下 我这次泰国心有多岁哦 因为我是负责公司参展的部分 我必须要准备一些产品到摊位 上面去做展示 然后这一波在自己产品的过程当中 我完全没有预计到泰国海关会这么的严格 这个礼拜我一直都在处理我们货物卡关的事情 这个过程非常繁杂 第一个就是泰国海关会要求我们希望这个货品是由泰国当地人接收 另外这个泰国当地人他必须要上有点像是台湾的Easyway去签收这些产品 那签收产品过程 这个人就势必要提供他的个人资料 就询问饭店啊 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些服务厂商 他们都不太愿意提供个人资料 毕竟他不认识你又要接收一批产品 然后他也没借过你 任何人都会觉得就是诈骗吧 那我就跟泰国海关会说 那我提供我的护照总可以吧 最后他们就是在三番两次确认之后 就说好用我的护照 当这个过程开始走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们就要求要我当地住宿的住址 然后要来pick up我的passport 我觉得非常奇怪 就是为什么我的护照证本要给你们做查验 我就觉得很紧张 于是我就跟他们海关说 请你们停止这个流程 事实上我的护照已经在那个信件转来转去之后 都不知道多少人把它存下来 我真的就是很害怕 终于我就请我们公司的业务 联络到我们当地愿意接收这批货的厂商 请他们提供他们的当地资料 改成是用DHL寄送到公司的方式 去做公司签收 我本来以为这一切就是settle down 但是在我昨天看了信之后 我发现泰国海关依旧要求非常多文件 像是我们寄送物的材料 是什么做的 是要什么用途等等的 所以我昨天又非常有耐心的回他 结果他跟我讲说 感谢你的提供 但我们可能这个作业过程还是需要两到三天 两到三天其实我的展览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就是有点像是我工作上的突发状况 不过在这中间呢 我就是为了不要让他会看起来空空的 所以在前几天我还在公司的时候 我就赶快跟工厂调货 工厂提供一些我们可以手提到泰国的一些产品 那现在就寄望在我同事身上了 因为就是要请他帮我带到泰国去 我就觉得职场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 我一定都会有这种魔鬼细节要处理 每一个这样的细节都是你的人生经验 其实也不需要觉得太挫折啦 只要你随时准备好 point a,point b,point c 其实事情都会很快的过去 at the auto map men grow cold as girls grow old and we all lose our charms in the end but square cut or pear shape these rocks don't lose their shape diamonds are a girl's best friend diamonds are a girl's best friend diamonds are a girl's best friend 非常期待地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哦 这本书叫做 当女孩成为货币 一个社会学家的全球超负阶级 社交圈卧底报告 揭开以性别财富与阶级不平等 打造的派对劳动产业赤裸真相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Ashley Mears 她本身是一个波士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 她的前身是在做时尚产业的模特 她在做模特期间就开始进行了田野调查 她在2011到2013年这段18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她大概有100多个晚上都跟她要调查的夜店公关 一起出去玩 造访了纽约17间不同的夜店 过程当中呢 她去到很多地方 像是迈阿密 汉普敦 坎城 圣特罗沛 以及等等超级富豪会出现的一些休闲场域 她采取玛格丽特库巴巴赫的随行调查法 它是一种访谈跟参与观察的一个混合体哦 每天跟着这些参与者 也就是夜店公关 还有时尚模特人一起行动 记录他们在这个夜店空间场域的互动 借此研究一个实体空间周围的社会结构 经过这些人的同意呢 她会用手记录一下 或是打下他们的一些对话以及回应 她的过程访谈了44个公关 每个公关她一定至少都会去到他们一次的聚会 最多则高达10次 活动的时间呢 有时候是一个晚上 然后有时候会一直到早上 有时候她为了在白天去调查这些公关 她也是白天会跟着这些公关 作为公关的要求以及调查的交换呢 她必须在晚上打扮得很像一个女孩 那这本书的脉络它是这样子 第一章节它会先说明全球的夜店文化是怎么来的 还有这些夜店文化的场域是怎么布置的 让这个劳动产业如何去流动 以及它是怎么维持这整个劳动的架构 第二章节它就会介绍这些夜店公关 或是形象品牌公关 第三章节呢 它会去见证客户夸张浪费的一些财富展示 以及铺张浪费的情形 第四章节它会介绍女孩 以及说明男人是如何把她们美貌转化成利润 第五章节呢 去介绍女孩的休闲背后的劳动过程 以及夜店公关在当中如何去控制女孩 并且管理这些女孩 第六章节呢 分享因为种族和阶级地位 而被认定为外人的夜店公关是如何奋斗的 但最后只是部分参与到这个特权空间的一个过程 其实在早期的纽约夜总会呢 它是从1970年代的disco舞厅 一直到1990年代市中心的一些传奇舞厅呢 它规则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付过入场费之后 所有进场客人就共享一个空间 可是到了1990年代呢 纽约就开始出现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型 曼哈顿中心呢 它从城市之流就蜕变成 经济投资文化的一个复兴的据点 2000年米特帕金区 它的夜生活以及娱乐场所就开始兴起 慢慢一些时尚产业也开始进来了 在这个同时呢 全球财富分配也逐渐到了一个最顶端的转移 前一趴的不由者的资金持笔呢 开始大膨胀 到了2017年呢 他们这些人已经拥有全球半数的财富 总额高达241兆美元 美国最上层的0.1%的家庭呢 就被称为超级富豪 Super Rich 贫富不均的程度呢 已经大概跟1920年代是一样极端的哦 大亨小传就是在讲1920那个年代的一个故事哦 除了就是财富分配的比例已经改变之外呢 财富的来源也大不相同 随着金融业的越来越吃重 曼哈顿市中线因为这些人逐渐改变 新的奢华休闲服务开始针对这些人出现 迎合这些新的富人的需求 更多年轻的金融家也跟着出现 所以纽约的主要经济活动开始扩张到 金融房地产保险等等等等的 这些产业呢 进而成为国际百万富翁 业电也开始用房地产的思维去安排他整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就提到有一种服务叫做桌边服务 桌边服务是在1980年代在巴黎的夜店就开始出现 这个服务只是针对一些有钱人 或是一些需要自己个人空间的富豪所产生的一种服务 1990年代呢 他们就被引进了纽约 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家非常有名的夜店叫Market呢 一般就被认为是桌边文化服务的一个先驱 这样子的服务呢 在经济意义上面呢 其实是针对一些有钱人 这种桌边文化呢 或是所谓的桌席呢 是指一张可以容纳多人 坐货站 甚至在上面跳舞的宴会沙发 通常会在桌边呢 还会放几张矮桌 摆放酒瓶啊 冰桶啊 酒杯啊 等等等等的 那这些桌席就会被放在五池还有墙壁之间的区域 一侧就会是吧台 然后DJ台就会被放在就是桌席的前方 让这些有钱人能够更接近夜店的中心点 让这些有钱人变成夜店最明显的区域 除了桌席服务的引进之外呢 夜店的酒的价格也逐渐飙升了 夜店也开始鼓励这些人是用狂欢式的消费来去增加夜店的收入 原本最早出现桌边服务的时候呢 一瓶福特加的价格大概是90美金 可是到了后来福特加的价格甚至已经高达2500美元 香槟王啊 凯歌香槟啊 或是在LVMH集团旗下的一些奢华香槟 甚至要价高达4万美金哦 开始就会有人觉得上宴店是一种有钱人的专利 那这些夜店的大部分的利润 其实都是来自VIP客买的虚拟台价后的这些酒 炫耀性消费名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范伯伦所提出的 身处经济分配极不平等的一个新度金时代呢 他把它认为是一种社会地位的竞争 新富阶级因为缺乏贵族所享有的显赫头衔 所以这些新富阶级呢 就企图透过这种炫耀自己的闲暇娱乐方式呢 显现他自己其实不必为这些钱做劳动 进而获得地位 但事实上这些新富阶级呢 他的挥霍举止背后 其实是藏着他们深沉的不安以及焦虑 相对于这些有头衔的精英来讲呢 新富阶级的地位呢 其实他充满了一种不确定性哦 实际上呢 在夜店消费高档香槟的情节呢 也出现在饶舌以及嘻哈乐当中 他里面提到的就是饶舌歌手Jay-Z呢 他非常推崇水晶香槟 结果路易侯德尔酒庄的执行长呢 他就出来公开表开 他说这个奢侈品牌被牵涉到这种嘻哈乐啊 或是闪亮的生活方式等等的 他觉得是不太好的部分哦 结果后来Jay-Z一听到 他就开始抵制水晶香槟 还推出自己的黑桃王牌香槟 不过嘻哈乐在全球流行呢 也代表奢侈的消费颂养 也蔓延到全球各地 无论是英国伦敦 象牙海岸等等地方呢 年轻的都市文化呢 也开始对此展开双臂 另外在世界各地VIP的夜店 大肆挥霍的 其实都是以男性为主 虽然偶尔会有女性进场呢 不过这个男性主导的 性与金钱世界当中 女性算是一个例外 里面有形容到 即使有这样的条件进去 消费女性呢 也会被认为是因为 他背后有一个有钱男性在撑腰 甚至也不相信 他自己能够获得这些金钱了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 一个夜店他要成功呢 他必须核心要素 就是要有漂亮的女孩 那多数的夜店都希望 店里面的女生消费 比男生还要多 为什么 因为单凭女性数量 还不足以区分 这个地方 他是否是一个VIP夜店 VIP夜店里面 就需要大量所谓的优质女性 这本书里面 把女性分为最高等的 就是时尚模特 或是具有权力的一些高等女性 再次于这些人 就是所谓的优质公民 这些优质女性 必须符合夜店要的女孩条件 一般是16到25岁 你要调高挑 不穿高跟鞋呢 至少要有175公分 穿了高跟鞋要超过180公分 虽然不是必然的 不过在这个产业里面呢 他们对于白人是情有独钟 而这些模特儿呢 也通常是白人 另外像一些生理特征啊 美貌身高体态 是最最最重要的 你的个性超级可怕 没有关系 可是只要你有这些 我刚刚讲的条件 这些夜店公关 就会带你出场 一毛钱都不用付 可是呢 女孩之间 有一个明显的阶级制度 因为夜店要的就是 如果一个男性 他会在里面 消费1500块美金 他想看的女人 就会是这种 比较高等的女性 他在里面是A卡 是社会精英 这些女性的存在 就会显示出 他们与一般男性的差别 在哪里 在夜店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些女孩 是用她的身体资本 作为一个交换条件哦 所以这些女生 她的职业生涯 也非常的短 通常过了30岁 就不会是夜店 所能够接受 进入这个场域的女孩 他们也不太相信 跟这些夜店公关 出去的女孩 工作能有多正经 在夜生活经济当中呢 这些夜店公关 有多厉害 这家夜店多好 她能赚多少钱 这一切都跟女孩 非常有关系 当你的夜店 拥有越多的 美貌资本的时候 其实那个夜店 会比其他夜店 更有优势 再来 如果你的夜店里面 出现都是一些 时尚模特 是你在电视 才能看到的那种美女化 那那一间夜店 在所有夜店里面 地位又更高等了 所以为什么这本书 他会标题写女孩 是货币 其实在那个场域里面 女孩的确就是一个 进入这个场域的货币 或是物品 其实人类学家 一向对于展示 还有挥霍财富的仪式 相当着迷哦 当代人类学家 有一个叫做法兰斯 可以说是最早记录 挥霍仪式的民族 智学者之一 他研究对象是 19世纪晚期 位于西北太平洋沿岸 就是现在加拿大境内的 一些部落 那他发现呢 这些部落将那种 竞争性的赠礼啊 还有庆典仪式 称为夸富业 那这个夸富业当中呢 那部落首领 他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 还有等级 会向客人赠送 大量的食物 羊毛毯啊 银手镯等等礼物 用一场大火 把这些东西直接破坏 这种行径 他其实是具有一种 享乐性质 就是无论他的效果 或是现实层次来讲呢 这些人们 他为了要提升 自己的民生地位呢 他会送出一些 有用的东西 然后做出一些 过度消费行为哦 其实这种夸富业呢 在各地都有展示出来 像是阿兹克特人的 奴隶祭祀行为啊 其实都是希望追求 声望或是地位的 团体领袖所举办的 不过很有趣的是呢 虽然在享受夜店的 这种社会性仪式 然后炫耀性的消费 以及同时共享空间 把所有不有钱的人 隔绝在外 然后享受A咖文化 这种氛围 其实他访谈到的 每一个客户呢 对于这种具有舞台性质的 浪费展示呢 都抱持一个非常批判的态度 炫耀性消费的男性呢 他们觉得这些炫耀的方式 是非常不自然的斗争行为 会讲这些话的人呢 多数属于心腹足 即使他们出身高贵呢 也总能为自己在夜店的 超大账单呢 说出一些看似合理的理由哦 所以这些人为了要让自己 跟其他这些炫富客户之间 有一条象征性的界限呢 他们会低估自己的花费 在总是少不了 惊人财力展示的 这个VIP场域当中呢 即使他真的是一个大户 他也认为自己的开销 没有那么的夸张 永远都会有人 比他们花得更多 里面有一个名人 叫做刘特佐 他其实来自于马来西亚 他的故事就被很多 夜店的老板啊 还有心腹接触的消费者 过度渲染 他们就会跟这些 炫富阶级相比 就认为自己跟这些人 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只是他们 全部都是在炫富啊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 谁是合理 谁是不合理 更好笑的事情就是 这些白人认为最可疑的 就是那些非西方面口的局外人 像是俄罗斯人 阿拉伯人啊 那些疯狂的亚洲富豪啊 他们觉得这些人 就是为了彰显地位 而不择手段的撒钱哦 客户会一耳再再而散 把自己跟这些鲸鱼 作为区隔 他们认为这些人呢 被视为是用钱买通 才进得了 VIP场域的圈外人 所有的白人 精英都会认为 这些非西方族影的客户 文化素质就是比较差 这些白人 就会用努力工作来区分 以及合理化自己消费的不同 他们就鄙视这些人 认为这些人是不配在消费的时候 购买到这些精英地位 甚至也不认为这些人是 VIP精英哦 这些白人呢 就会一直说 虽然享有这些东西呢 不过那是因为他自己工作得很努力 即使Ash Mirs发现这个人呢 他其实才从大学毕业 就可以进入一家 非常有名的家族企业 享有特权 但是他仍旧会宣称 自己并没有任何特权 这些人对于自己 大量消费也会同时矛盾地感到罪恶 有个男的叫陆可 陆可其实是夜店的常客 他曾经消费达到一万美元 每一个晚上哦 可是他就说 他会做这些事情 只是因为他工作很努力 他自己也感受到说 他进去之后 他就会有一股 想要多花更多钱的冲动 因为身边有很多漂亮女孩围绕 他也知道 在里面的人会权衡彼此的轻重 也就是检视你们是夺能买酒 或是花多少金钱 桌上越多酒瓶呢 你就会获得更好的服务 他会不自觉地想要去炫耀这些行为 一方面他又会去鄙视那些 去花钱买香槟王 免费赠送服务的这些人哦 因为他同时矛盾的想要接近这些富豪接近 但同时他又觉得这些行为 根本就是一场炫耀游戏哦 矛盾是说 因为他为了进到这些场域 然后配合那些夜店守门人 也就是去筛选你美貌外观的这些警卫哦 他有时候会因为这样也会抱怨 他带了这些人进来 可是这些人就只想喝他免费 吃他免费的 他因为这样损失很多钱 他又觉得他应该可以成交一笔生意 而进去这些夜店 一方面他很依赖这些夜店 拓展他的商业人际圈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非常厌恶 接近他的这些人 不过他自己都觉得有点悲哀 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事情是很肤浅 可是他又非常有吸引力 因为那是一个权力的象征 他不能放弃这种权力的感觉 进到那个场域之后 你会觉得自己花一多钱就是越所向无敌 所以这就是所有有权人 为什么会在里面做一些夸富行为的动机 这个单元也讲到 这些女孩虽然可以在这个场域里面 获得一些免费的酒水 在这些娱乐休闲的背后呢 其实有一些非常具有风险性的劳动行为 有些女孩呢接受夜店公关提去外定旅行的要求 这些都不用钱 然后被要求要做一些超乎他们预期的东西 举例来讲 有些女孩可能就被安排到那个公寓里面 里面完全没有家具 也没有给这些女孩睡觉的地方 那这些女孩他为了要做这些活动或是表演 他在里面他可能就吃不到饭 只能睡在地板上面 这些夜店公关因为要利用这些女孩 他也不会给这些女孩有好的食物或是好的一些招待 就只是要利用他们在某一天出现在花复宴的场合里面 这些女孩行为甚至也会被限制要求不能做任何的语举 比方说如果他们临时想要离开这个夜店公关 那这些夜店公关就会去限制他们行为 甚至把他们赶出去让他们身上一毛钱都没有 他们被逼着必须要配合夜店公关去参加 这些晚宴 觉得不舒服 你忽然想要离开 这些夜店公关也会以你不给他面子 或是我已经让你进入这个场域了 你就应该好好地负责在旁边跳舞唱歌 到你筋疲力尽为止 你应该要全程陪伴我作为一个支持 所以这些派对女孩或是模特女孩 他们其实在这中间会付出很多的劳力 跟浪费很多的时间在获得免费酒水的行为当中 也许你会觉得他们占了很多好处 事实上在背后的隐形时间成本 以及隐形劳力 你是看不到的 这些夜店公关也不会给他们半毛钱 他们能获得就是当天夜店提供的特定食物 他们甚至没有任何的选择权 夜店公关他的工作就是 透过带美貌的女孩进去夜店 让那个夜店有那个场面 是看起来好像这是一个时尚产业 或是非常高端的夜店 利用这些女孩的外貌资本 来去赚取他跟夜店之间谈好的佣金 而这些女孩呢 被喂以免费的酒水 以及免费的饮料 或是一些接送的方式 去让他们达到进入这个超富阶级场域的机会 事实上呢 夜店公关跟他们的关系呢 是有点像是 他必须要管理这些女孩 这些女孩都是他的经纪母 但是他又不能让这些女孩觉得 我是在利用你们 他必须跟这些女生保持一个 暧昧与友善的关系 让这些女生喜欢跟这些夜店公关出去玩 这些夜店公关呢 也不能在他们面前表现出 我要付你钱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在朋友之间是没有谈钱这件事情的 他又不能让这些女孩觉得 他是去拿他们身体去做交易 夜店公关会觉得自己很像一个老保或是车夫 那夜店公关呢 带这些女孩过来 他可以从他在这个餐厅所获取的利润 抽至少10到15% 所以这些夜店公关一个晚上 可能可以赚到1000到3500美金左右 那他一年就可以赚到至少18万到20万的美金 是利润相当丰富的 那可是这些女孩会得到什么呢 Nothing 这些女孩他唯一得到就是 他跟这些夜店公关出去吃的免费的餐点以及饮料 但是这些免费餐点却不是他们自己能选择的 因为这些都是餐厅已经准备好 要给夜店公关作为一个交换的条件 里面有些女孩会去抱怨说 虽然我跟他出去觉得很开心 可是我吃到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好 或是饮料根本都是一些过期的香槟 他虽然可以免费获得这些东西 可是这些东西却不是出自于他本人意愿去要的 另外因为这些夜店公关为了管理这些模特儿 所以他们可能会花大笔钱去租 汉普顿的一些很高级的饭店去集合这些模特儿住在一起 他们虽然在夜店里面是展示美貌 还有就是他们的外观资本 可是实际上他们生活是一团糟的 夜店公关却对这些置之不利 他觉得这些女孩生活很糟糕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需要这些女孩在拜六的晚上跟我一起去消费 然后来去透过交换女孩资本来赚取他那一天当晚的报酬 这些女孩即使知道夜店公关会从他们身上获取这些利润 可是也会有一些女孩非常瞎停这些夜店公关 只因为夜店公关跟他们有一些暧昧的情节 或是已经有一腿了 所以这些夜店公关也不会言 其实有跟里面的一些女孩上过床 只因为他想要把这个女孩绑在自己的身边 让这些女孩能够继续的为他服务 这些夜店公关也讽刺的不会把这些女孩当成是未来长期交往的对象 甚至就算在里面有一两个他们认为可以长期交往的对象 他们也会替这些女生找借口 认为这些女生并不像他们在夜店里面遇到那些派对女孩 在Ashley Mears调查他们的这段过程呢 他们都非常坚诚自己不是一个拉皮条的或是一个马夫的角色 他们认为自己是跟那些超富阶级的有钱人 是相当的甚至他们也以他们作为奋斗的目标 最后证明这些夜店公关 其实在这些所谓真的有钱人的眼中 不过就是伊丽莎 甚至会有些人带有不屑的眼光 以及有色的眼光去看这些夜店公关的工作 就是说这些夜店公关很多都来自于 像是巴西、波多哥啊 或是一些低薪阶级的男生 这些男生呢他们其实会利用这样的方式 去让自己在财富上面有所提升 实际上他们做这样的工作也帮助了他们原生家庭 可是在夜店公关的角色会有很严重的性别限制 其实Ashley Mears也不是没有跟女性的夜店公关合作 他发现其实男性做夜店公关 以及女性做夜店公关 他们所享受的特权是完全天高地远的 因为作为男性的夜店公关 他可以很自然去吸引女性 他可以利用他自己帅气的外表 或是跟女孩之间的暧昧情愫 来吸引这些女孩跟他一起进夜店 可是女性作为一个公关呢 他唯一跟这些模特儿 或是跟这些所谓的优良公民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只有以朋友的资本去跟这些女生打交道 他没有办法以女性的身体去吸引这些女生搞暧昧 或是跟这些女生有一些情感上面的连结互动 他们剩下只有友情 所以女性夜店公关在这个领域上面来讲是相对的弱势 男性夜店公关呢 有一些阶级之分 在这个夜店公关的阶级里面 有分最高等的形象公关 以及最低等的B级夜店公关 形象公关里面也有分成 可以很厉害的搜集到很多时尚模特儿 时尚模特儿在那个夜店场域里面 她是属于最高等的女孩 让这些夜店公关带她们一进去之后 所有男人都会回头看的那种女生 否则在夜店的守门人也就是那些警卫 她会直接觉得你的外貌不行 直接叫你当场活蛋 所以这些夜店公关在做的工作就是 她如果手边有越多这样的优秀资本的话 她就越有进入这个场域 跟那些超级富豪交换利益 以及交换资本的权利 有些女孩进到了超级富豪 场域里面 而这些富豪呢 他们也不是想要获取这个女生的身体 作为一个交换条件 而是他要他身边触拥很多美女 让他自己在整个场域的社会地位 看起来是提升的 男性在这个派对里面呢 其实是把女孩利用成他自己拥有 可以跟所有男人炫耀的一个物品 曾经有个女孩去一个超级富豪夜店去跳舞 超级富豪呢 一转头就拿了一杯香槟王给他 叫他当场全部喝掉 可是事实上那个女生 他是完全不喝酒的 因为他这个举动呢 就被当场呛到吐出来 超级富豪却显示完全不在意的表情 一直要他喝下去 跟他讲说你不喝下去 就是不捧我的场 女孩在里面虽然获得男性很羡慕 可以去免费喝酒 我可以免费利用我的美貌身体 去交换这些东西 但事实上他们得到的不平等待遇 是非常多的 你可以看到有些男性 他是利用夜店的场合 去进行他们的商业活动交易 以及利用女孩的身体资本 来去达到他们的生意合作的顺利 女孩在这里面又被当成是一种 现场的疗愈工具 他们也不是要这个女孩做什么 但是你就是会看到有些政商名流啊 或是这些超级富豪 会办一个party 他会邀请很多女生去到现场 然后这些女生都是顶流的女生 如果你是一个消费者 或是你是他的大客户 你进到这个场域 你自然会想要跟这样子的男性顾客 去做一个互动嘛 男人就会利用这样子一个行为 来达到自己最后交易的目的 所以其实在夜店里面 男性还是主宰一切 在里面还会看到有一些名词 比如说派对女孩 优质公民 软性妓女等等的字眼 因为在夜店里面就是有这样的区分 甚至男性看待夜店里面的女孩 也是会用不同的态度去对她们 他们认为会去夜店消费的这些女孩 多半都是非常不正经的女孩 她们也不想跟这些女孩有些长期的互动 麻雀变凤凰啊 然后什么麻雀变公主那些情节 其实说真的在实际的夜店场剧里面 是不会发生的 Ashley Mears就非常现实的 残忍的记录了一些 在夜店消费的优质男性 是怎么看待这些女性的 有些男性甚至会认为 这些女生就算外貌很好 但是她们脑袋没有料 她不会想要跟这样的女生在一起 但同时她们又很享受这些女生在身边 陪伴自己 然后有一堆女生簇拥的感觉 另外连女生都会自己 看不起这样子的女生 她们甚至会觉得 超过40岁的女人就不应该来夜店消费 她应该要守她的本分 她应该要穿她那个年纪该有衣服 而不是出现在那个场域里面 然后自己本身用身体资本 交换预的女孩子呢 自己也会有自觉认为 在某个年纪之后 她们不应该再去夜店消费 只因为这样的行为 看起来非常的愚蠢 以及非常的不切实际 可是事实上 她们并不了解 基本上她们进到这个场域之后 男性已经是用一种刻板印象 在看待她们 Ashley Mills还访问了很多男生 就说你们未来结婚对象 会考虑怎么样子的 事实上也证明 这些超级富豪 以及她的身份地位阶级 在社会上面有一定水准男性 她们最终还是会选择 跟她们阶级差不多的女性 那些女性呢 她们几乎是不去夜店的 拥有的文化资本 也比这些夜店女生强很多 所以她们最终会选择的是 她们心里所谓的好女孩 而不是选择这些坏女孩 或是派对女孩 她们定义这些女生 基本上就是淫乱 肮脏 以及只会在男人身上索取金钱的这些女生 但事实上真的是这个样子嘛 会去夜店消费一些女性 其实也不乏一些银行阶级 或是一些在生活水平上面 跟男性平均平坐一些女性 可是只因为她可能在外贸上面 被定义成是优秀公民 或是有模特等级的 她可能就会被误会 或是她会被认为 她不应该在这个场域出现 其实她只是想要 social 然后轻松一下 但是还是会被这样刻板印象化 其实很多男性会利用 进入夜店场域去 进行生意上的交流 但是很尴尬的是 女性很少会利用这样的方式 去会进行商业上的交流 为什么 里面就有提到 有一个男性呢 他就是很困扰 他没有办法带他的女性同事 进去这个夜店 因为他直接在门口就被刷掉 任个夜店守门人 也就是警卫 就直接跟那个白人男性说 你的朋友不够漂亮 不够高 不够整 所以请他离开现场 即使那个女性 她在身份地位条件上 都比这个警卫还要好 可是她就是没有办法进去 因为她没有美貌资本 女性就缺乏了 进绕这个场域 获得的商业行为 以及机会 这样女性跟男性比较之下呢 女性又比男性少了 很多这样的机会 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夜店里面 很多男性会对女性外貌 进行刻板印象 可是他们又不得不承认 如果这间店或是这个场域 没有这些美女作伴的话 他们的商业行为 是根本起不来的 她还提到女性要如何去摆脱 这样的状况 自己的身份翻转成 男性的身份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 而不是单单只是去免费喝酒 有些女生会比较聪明 去利用这样的方式 去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 去认识这些有钱人 然后让自己的事业 达到一个标准 这是一个女性利用这样的场域 让自己翻身的一个方法 但事实上她在文化资本上面 仍旧不如那些天生 有我条件的男性或是女性 其实看完这本书呢 我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觉 因为其实它里面提到很多 有关女性是如何的被剥削 以及是无条件去交换 这些所谓的身体资本 以及美貌资本 但是她们自己却不自觉地 对劳动体系的架构所活血 而她们却认为自己是享受特权 这本书很赤裸地写出 其实女性在夜店派对文化圈里面 她并没有任何的优势 甚至她的美貌是她的弱势 刘婷安有一个读者跟她说 女生不需要去看人家的脸色过活 我们可以活出自己的样子 然后自己过得开心快乐 可是她觉得这样子的说法 其实是有一点在逃避现实 事实上很多女性的确也只能透过 就是这样的翻身方式 让自己变有钱 获得社会资产 但她在这个资产不对等的状况之下 她进入这个婚姻里面 她也只会受到不对等的对待 男性在这个角色里面就会变成是 一直被这个女生当成是工具 在吸取金钱嘛 吸取她的东西 可是事实上她没有足够的文化资本 或是没有足够的能力 跟这个男生相披敌 派对圈的女性呢 不法也有一些是想要找金归序 可是事实上这些女生 最后真的能翻身吗 其实有些女生 为什么想要透过 就是这样的方式去认识金归序 是因为她们本身并没有 像其他优秀的女性有文化资本 那这个文化资本 其实在她们小时候 或是成长过程当中 她们是非常困难能够拿到 可是有些女生 是非常容易拿到这些文化资本 只因为她们出生不一样 那所谓的文化资本 就是你从小所受的教育 还有你所待的环境 以及知识水平 这些不是那些低层女性 就能容易拿得到的 有些女生她就是 从小就是金汤匙银汤匙 所以她很理所当然会接受 很优秀的大学教育 去学钢琴 去学画画 去学一些家境很贫困的女生 没有办法学到一些文化资本 自然而然她出来去认识的男性 以及对象 就会是比这些低等的女性 还要更来得容易了一些 所以这些低等女性 她能够获得翻身的方式 就是去找一个 拥有这些文化资本 或是拥有这些社会资本的男性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们必须用自己的美貌 去交换 就是她们也只能用美貌 去交换这件事情 因为她们并没有足够的文化资本 能够跟这些女生相披抵 所以她们能做的就是 比如说你会看到 有些女生会非常执着于医美 有些女生会非常执着于 去买高级的包包 或是让自己的美貌 维持永远不老 那原因都是因为 她们本身的出生就不够好 所以她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去做一个阶级上面的跳跃 可是事实上她们真的能够获得幸福吗 那就不好说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这些女性为了做阶级跳跃 所做的这些努力 其实到最后还是一个不公平的待遇 她们其实能利用自己美貌时间 也不过就是短短的 maybe16岁到30岁这段时间 过了30岁之后 女生的身体机能整个退化下来 她们就没有办法去利用这个部分 她们自己也会用文化道德去绑架自己 告诉自己说不能再去这样的场合 因为这样的场合是遇不到震惊的男性的 她们一边用自己的美貌 去做阶级的翻转 另外一边又告诉自己 其实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 找到一个震惊的男性 因为她们非常清楚 在这个场域的男性 对她们这些女性的行为 也只是烈焰的行为 并不是真的非常认真 所以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当你用这个角度去看女性 在这个整个场域里面 她其实真的是弱势的 她并没有什么优势 很多男性看到的是 女生都可以在Friday night 免费喝到酒 免费喝到一些东西 我觉得那是因为在台湾夜店 比较不会有这样阶级不平等的状态 可是这本书在讲的是 在其他国家全球文化当中 有一些会去用美貌识别 作为你的身份证 作为你进入这个场域的条件的时候 当你只是一个矮胖丑 又年纪大的女人 你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场域 去认识到这些人 甚至你也没有办法 透过你的美貌 去获得这样子的交流机会 我就在我的IG线上面开玩笑 我就说除非我们就是唐朝的武则天 或是南北朝的山鹰公主 我们可以养面熟 我们可以养男丑 我们可以把男人踩在我们脚底上 然后无尽地蹂躏他们 然后自己又享有最高的权利 除非我们女生可以达到这个地步 不然在这个男性主导世界里面 女生还是有很多的弱势的地方 我相信这集节目 有很多男性应该会想反驳我 我觉得你们应该要花时间 去看看这本书里面 说的一些比较现实面的东西 你们可能会认为说 因为他是女性 所以他一定会用女性的角度去做 可是以我自己做过的民族誌 以及田野调查研究来讲 我认为这一本非文学民族誌 算是非常中理的 因为他是站在各种角度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他必须撇除他自己个人的观点 而是用客观的方式去看待这些人 然后把这些人说的话 如一地写下来 所以他只是单纯就是在分析 他如何去看待这个整个夜店文化长御 以及夜店女孩在里面角色 以及夜店公关的角色 还有夜店他本身考量利益的角色等等 他都很如实地记录下来 整个看完你不觉得他就是一个女权主义的书 他完全不是 他会颠覆你的想象 他绝对不是在讲女权主义 里面讲的是所谓的阶级不平等的这件事情 以及这世界的运作 仍旧是以白人世界为主 仍旧是以男性主导这一切 这是无法避免以及无法逃脱的事情 赤裸裸地写出这些事情而已 这本书是非常有趣的也非常值得你去看 我几乎每一页都写了重点 然后也画了荧光笔 本书是值得我再去一看再看的 引用很多社会学家人类心理学家等等的论述去证明 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中立的书 而且是非常值得男性或是女性来看的 我觉得男性看完会对女性去夜店免费喝酒这件事情 可能会有所改观 你会理解到其实夜店是为了要吸引你们这些男性 才让女性进来免费喝酒的 你们有人想过这件事情吗 这本书就告诉你事实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要有Friday Night 为什么要有Ladies Night 而没有Mans Night呢 这本书会告诉你 那今天的书籍就分享到这边 也希望你们喜欢我今天分享的书籍 如果你对这本书有任何想法的话 请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会回应给你哦 最后也呼吁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请在频道上方按关注订阅 以及赞助我一杯热可可 我的频道在Google Podcast Apple Podcast Fernstory KKBOX等平台 都有我的音频播出 今天的书就到这边为止了 拜拜 喜欢今天的收听吗 欢迎你在新西亚热可可频道上方 按订阅关注 或是赞助我一杯热可可 如果有新的节目 就会及时通知你哦 让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